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朋友冲我抱怨 说他家的孩子每天一回家就是拿着个手机一直玩 说他也不听 如果没收他的手机 他还要和你吵 朋友很是担忧 问我是不是应该这么早就给孩子买手机 时至今日 智能手机已经不再像我们那一代还属于比较稀少的物件 现在的孩子几乎一出生就在电子产品的包围之中 智能手机更是人手一步 到底该不该给孩子玩手机也成了令家长头疼的一件事 儿童过度使用手机已经危及到了他们的健康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发布了一份关于长期玩手机的儿童大脑的研究报告 研究显示 重度使用电子产品的儿童 大脑皮层有过早变薄的迹象 并且那些每天盯着屏幕超过两个小时的孩子 语言和推理考试表现较差 其实关于智能手机对儿童危害的研究早已有之 英国《每日邮报》曾撰文指出 儿童过度使用手机会出现睡眠紊乱 以及记忆力衰退等症状 严重影响儿童健康 美国克莱蒙费朗大学的一项测试发现 由于儿童颅骨厚度较低 儿童的大脑要比成人的大脑多吸收60%的电磁波 而且过量的电磁辐射不但会影响儿童的发育 还会增加儿童出现白血病和哮喘等疾病的概率 纽约大学教授及心理学家阿达姆指出 不断暴露在饮品前 不仅会对眼睛造成压力 也会令你的生活不开心 长期玩手机有更大的造成抑郁症的风险 另外 众所周知 经常盯着手机屏幕还会影响孩子的视力 使孩子近视或造成假性近视 据调查 中国青少年近视发病率高居全球第一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相关报道中指出 目前中国小学生近视比例为45.7% 初中生近视比例为74.4% 高中生近视比例为83.3% 大学生近视比例则高达87.7% 数据令人触目惊心 孩子沉迷玩手机就会减少与父母以及同龄人的交流 很可能会使孩子产生自闭倾向 或是影响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孩子玩手机时不端正的姿势也会影响他们的骨骼发育 过度使用手机会危害儿童健康 那家长就能理由充足地禁止孩子玩手机了吗 听朋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陈女士和她丈夫李先生两个人 一个是律师 一个是高中老师 他们都认为教导孩子一定要严格管理 从根本上遏制他们染上坏习惯的可能 孩子从小时候起他们就严格管理 等孩子稍微大些 他们就又将孩子送进了一所非常严格的学校 杜绝一切游戏和社交媒体 这所学校是陈女士和李先生 两人一起挑选了很久的一所学校 各方面都令他们感到满意 他们觉得只有这样的学校才不会教坏他们的孩子 几年后孩子拿着奖学金考上了重点大学 邻居们纷纷庆贺 陈女士和李先生也十分开心 更加觉得多年的严格教育是对的 孩子将要离家去上大学前 他们对孩子百般叮嘱 都是要好好学习 可没想到不过一年之后 他们的孩子就又回来了 而且是被学校劝退的 孩子回来时他们差点认不出来 皮肤苍白 眼圈乌黑 身体也十分瘦弱 更严重的是 他们发现孩子不爱说话了 他们想要和孩子谈谈 可孩子却是完全不搭理他们 只一个人坐着玩手机 他们感到了恐慌 不明白为什么听话乖巧的孩子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最终从学校以及孩子的朋友那里 他们终于了解了原因 原来他们的儿子在上大学之后 便很快就在朋友的怂恿之下 沉迷于玩游戏 由于以前一直没有接触过电子游戏 他们的儿子一经接触 很快就深陷其中 不能自拔 他常常因为通宵玩游戏 而一整夜不睡 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 最终因为多门功课挂科 且不思进取的理由 被学校劝退 其实陈女士和她丈夫 对孩子要严格教育的想法 本来是没有错的 但赌不如输 要想让孩子不知沉迷于手机和游戏 关键是要让他们正确认识这些东西 并且在过于严格的管理下 孩子玩耍的欲望一直得不到释放 一旦有一个缺口 欲望就会无法控制 而产生绝地的风险 就像陈女士的儿子一样 一旦无人约束之后 便无可避免地沉迷于游戏之中 如果一开始 他们能教导孩子理智地看待电子产品 并且让他接触到 其他文学 艺术 体育 运动等 让他得到放松 认识到生活中还有许多美好的东西 或许也就不会一接触电子产品 便沉溺其中了 之前看到过一张 网上流传很广的学霸时间表 这份作息时间表的安排 一直从早上六点开始 到晚上十二点半以后 一周每个时间段的学习内容 都精确到几点几分 这并不是一个无时无刻都在学习的学霸 他每周会抽出固定的时间陪女朋友 甚至会看动画和玩网络游戏 但在其他时间里 他都在严格按照时间表学习 他并不是一个使电子产品 以及游戏为洪水猛兽的人 甚至他在经过试验后 得出在吃饭时间 用触控本学习 比用传统的笔记本 更加高效的结论 在他这里 电子游戏等娱乐 仅仅是他介意放松的手段 而电子产品更成为了 帮助他更加高效学习的媒介 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 都是因为他自律 和有着良好的时间观念 如果孩子不能在玩手机等电子产品时 有一个良好的时间观念 并去严格地执行它 就很可能会在手机上浪费太多无意义的时间 孩子的时间观念 则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去培养 时间观念和自我管理意识一旦建立 电子产品就将不再是洪水猛兽 手机等电子产品 是信息时代发展的产物 是一种科技的进步 在正确的引导之下 他们也可以成为 孩子打开世界的一扇窗 帮助他们遨游在 知识海洋中的一支架 要让手机真正地成为一件工具 而不是孩子生活的全部 不仅需要培养孩子的 自我管理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 更要让他们认识到 世界不仅只有手机 更有真实而精彩的生活 这不仅是对孩子的考验 更是对我们家长的教育 与引导的一种考验 手机本身是并没有罪恶的 至于手机是否会毁掉孩子 关键在于家长 是否有正确引导孩子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守候与聆听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我是应游 让我们在下个夜晚 不听不散咯 感谢您的守候与聆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